这个B欄里面的东西,帮我把它放到DEFG 这个地方你想说,这个跟这种关联性 请各位看,这个B欄的资料 入职时间指的就是这个 姓名后面刘洋和指的是这个 公号指的是这个 内部号码指的是这个,内部电话 再下一个,有没有发现 又一个规则性,一个循环 也就是这个是一栏 1对4 也就是要把一栏的资料 帮我分割成4栏 第2个的话你会发现,假设你直接把资料带过来的话 会多冒号前面这些资料,我要把它删除 所以其实这一题有两个需要做 第1个就是第1个,如何把纵向的4个 放到横向的4个 然后换到下一个,又纵向的再4个,放到横向4个 第2个是放过来的资料呢,前面不要有冒号以前的东西 所以两个重点 所以请各位待会再开启什么 325人是分栏的这个部分 然后先做什么,先理解之后,然后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后的话,再来就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做 当然 这个地方,如果你插入环数 上个礼拜是讲到最后这个v环数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v环数在这边可以用吗? 应该是判不向用场 所以呢,v环数不能用 OK 所以你会发现,工作里面很多人真的对v环数很熟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但有个问题 就是只会用v环数 OK 问题是很多地方就是不能够用v环数完成 那怎么办? 你就没有招了 这个时候其实,跟各位讲,你可以用别的函数 这个地方可以用这个 index OK 那这一题,当然 当然也可以直接写vba OK,像我的习惯 写习惯之后就写vba算了,管他用index OK OK,不过 要怎么做,我们待会两个都讲 OK,另外当然后面还有一些题目,像刚刚那一题 根本连用函数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用vba算了 OK,所以 请各位想想看,第一个 如何做 用index试试看 按确定 OK index呢,他有两种的引数,我们用第一种 OK 然后他主要要什么东西呢 他其实他逻辑非常简单 第一个 array array什么呢 其实就范围 意思说 我要帮你把什么资料 带过来 请你告诉我三个东西 第一个 请你告诉我范围 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跟他讲说,从b2到b的最下面那个,我先把这个范围填过来,这个范围就是我要给你的 第二个,第二个,请你告诉我,你要这个范围里面的什么 row,哪一列,column,哪一栏 OK 所以你只要告诉他说,我要请你,所以我要如果要抓这个资料的话,当然这个资料就是这个范围我给他,所以先点b2,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里面,那我要带第1个,所以你就拿第几列呢?第1列 哪一栏呢?第1栏 他就自动怎么样?帮你把入职时间 带过来 OK,我按确定 特别注意,为什么第1列 你想说老师这不是第2列,特别说不是看这个啦 是看这个范围 的第几列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边应该是第1列 OK,不是那个看前面的 应该看 他选的这个array 的第几列第几栏 OK,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什么,把这个带过来 对不对 那如果要带姓名的话,怎么带 姓名那不就是什么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过来 做什么呢 这个范围,一样嘛,这个范围不动 然后应该是第几列呢 这个范围的第2列,对不对 所以把这个,第几栏呢 其实你会发现栏就一栏 所以不会动 所以这会打勾 有没有 那这个呢 那不就把这个公式再贴 怎么样 这边改什么 改3不就好了 OK 有没有 然后再来这个改什么 改4 所以其实你只需要怎么得到12345678 那不就可以把资料全部带过来 所以 特别注意 接下来你可能要想 你总不可以一直贴吧 这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式 可以产生 这个 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可以产生 之后 再把那个数字 放到哪里呢 放到它第2个参数里面的话 那其实你的公式就可以完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用微乱函数 这个地方没办法用微乱函数 就会让我再来看 这个地方没办法用微乱函数